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肖战携手四位美女,值得期待 就在几个月后 导演傅宁的一作终于来了 肖战与四位美女一同出演 有剧集可以追了 提到肖战 这位帅哥,爱豆,顶流 似乎与他的演技标签完全不搭 但他凭借陈情令走红 尽管如此,肖战仍然进军话剧舞台 众所周知,话剧舞台对演员是一向相当考验 无论是台词功底还是舞台表现力 差劲的表现都会引起观众的不满 然而,肖战在三年里进行了72场如梦之梦 面对数万句台词,毫无失误 即使与实力派艺人许晴合作也毫不逊色 在肖战即将上映的剧集中 玉古瑶可以说是备受期待 毕竟肖战本人很少出演古装剧了 从去年到今年,制片公司一直迟迟不播放 导致很多喜欢古装剧的网友都找不到新剧看了 尽管无法等待玉古瑶 另一部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即将来临 肖战与四位美女共同出演 终于有剧集可以追了 这是一部充满热血和青春斗志的剧集 从官方发布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剧中有一句非常吸引人的台词 我肖春生不怕失败,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这句铿锵有力的台词令人感到紧张 不得不说,肖战的台词功力有了很大进步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著名景点石岔海,轰托出老北京的风采 在许多老北京剧集中,石岔海元素都被融入其中,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剧中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一群普通北京青年的成长和奋斗故事 展现了改革开放时期一代人的生活缩影 该剧的制作班底非常出色,然而还存在一些遗憾 编剧徐冰担任《梦中的那片海》的编剧,他的代表作《小兵张嘎》可畏 傅宁导演指导,作为实力派导演却在该剧开播前几个月离世,成为一作 再也看不到观众对这部剧的反馈,或许成为该剧最大的遗憾 对于北京戏,胡同戏都是傅宁导演的拿手戏 时代气息以及丰厚的生活底蕴都会在剧中体现石岔海胡同等作品播出之后 不少网友感慨细节处理得非常到位 肖战携手四位美女,值得期待 肖战饰演北京大院长大的肖春生 一心之想让身边的人过上好日子 从预告片可以看出,肖春生跟好友经历了高考、创业、从政等阶段 从一个热血少年逐渐变为成功人士,呼应了剧中那句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如果说凭借顶刘肖战便可以撑起一部剧集 那么这四位美女也是更加令人期待了,或许再次创造收视奇迹 第一位,李沁 李沁饰演医生佟小梅,该剧可以说是她本人的第二部上新大剧了 在《人生之路》中合作陈晓出演了刘巧珍一角 一心为高嘉林付出,直到醒悟嫁给马栓才找到真正的幸福 但马栓却又离世对刘巧珍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也是一位有些悲苦的角色 刘巧珍这个角色虽然对李沁本人有一定的加持 但其演技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可以说是重归重矩 不过这次饰演医生角色,想必会更加符合她的气质 第二位,张灵心 可以说是傅宁导演的御用演员了 二人合作多次,作为科班艺人 张灵心凭借《狼牙榜》中的夏冬一角被大家熟知 甚至还在父母爱情中主演了女汉子江亚菲一姐 在大家的印象中,一头利落的短发似乎是不变的发型 演技却越来越好 第三位,赵新 毕业于中戏,可以说是气质型美女了 在《谢谢你》一生中出演了杨精一角 科班出身演技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而这部年代剧对她来说也是有一定挑战的 第四位,曹斐然 在剧中饰演贺鸿林,作为九五后艺人 其拍摄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这次能够出现在这部剧中 想必对她来说也是一次非常有挑战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家行艺人刘瑞琳、崔航、鲁诺等加盟助力 今晚5月21日开播,上星央八,与肖战一起追梦中的那片海